字幕提供 反应 小乐 蚝哥我们又回来了 是的,请多多多喝杯茶 您先喝杯茶 好,谢谢 剛才問了你有關五人的豬仔餅 另外一件事 我未吃過 一個就是豆腐和椰肉 椰肉都沒見過 你知道這個椰肉嗎? 椰肉的椰肉 就是兩點水加椰肉 椰肉的椰肉 就是椰肉的椰肉 是呀 椰肉的椰肉 但是我現在常見到 就是椰肉上的椰肉 只有豆腐的椰肉 那你可否說一些故事來聽 椰肉是什麼 豆腐是什麼 我真的未吃過 首先講個源頭 我們每年做粵餅 有蛋黃的粵餅 就依靠鹹蛋黃 鹹蛋很划算的 現在的鹹蛋 由鹿鹽 一直叫做凍葉好的鹹蛋 和保存來講 通常一般不能夠穿到四十年 因為一到四十年 鹹蛋過濃的時候 它就會退溶了 就是那個網 一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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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脫出來 那我們就叫做什麼呢 叫做粥白 因為為什麼它 掉下去的那些白 那些白就會 蒙茶茶的 就不得清的了 粥白 如果你越得不夠日子 通常來講 要醃一個蛋黃 通常來講 要三十天 三十二天 差不多的時間 這樣就好了 過了又不行 未曾醃好 又不行 是 如果它能 如果醃不好 那網呢 不形成的時候 就能滴滴滴的 這樣就不能夠做粵餅 你包下去的時候 那它就爛了 全部了 所以這些是怎麼處理的 以往呢 不同於今天 今天是容易處理的 今天市面上這麼多 金沙鮮油 金沙魚塊 金沙蝦 金沙雞件 這些全部都是蛋黃來的 精熟了之後 在那個網上推了金沙用 就是鹹蛋黃 推了 然後配菜去炒 那以往的日子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將它蒸熟了它 不會射到它 那你把它放下去 因為它和蓮蓉呢 它有一個鹹身 不適合味道 唯一最適合味道的 就是豆蓉 因為豆蓉呢 它是什麼來的呢 綠豆邊 打了殼 還有呢 還有什麼呢 蔥油 蔥油 那你加上一些鹹蛋黃 下去呢 那味道呢 就是一流的 真的要試一試 沒錯 立即試一試 沒有想 哈哈 但是現在呢 就很少人 我們要先拿針板 拿針板 先拿針板 針板轉頭就飛過來 就有了 你看 好 是 來 這個就是綠豆蓉了 所謂豆蓉 一定要打殼的 我們叫做豆邊 你看 你看 你聞一下香味 一層蔥油的香味 是的 大家先看看 綠豆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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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看得不清楚了 大家就遞過來給你看 你看 綠豆蓉 好了 是啊 沒錯 真的很帥 你聞一下它 你聞一下它 你再試一試它 很清新是有一股的 鹹香的味道 所以呢 它配上鹹蛋黃呢 是一個絕配來的 最好吃的 我認為最好吃的餅就是野肉 但是 但是你不說有鹹蛋黃呢 這個沒有鹹蛋黃 野肉才有鹹蛋黃 就是說 如果純粹你說有野肉 有豆蓉 這個是豆蓉 那些人總是 以為是有鹹蛋黃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顏色 混合起來 野肉呢 還要金黃色一點 哦 還要漂亮一點 是 就好像那個 日落的紅太陽 是啊 是啊 你又試了 你真的要吃的 是啊 你那種香味 是啊 你那種吃一下 又會有一股蔥油香 是 我很喜歡的 還有 又是素來的 不算 只是蔥油 它還要加了雞油 哦 反而剛才那個素 沒有油 就沒有了 那這個呢 有少了雞油 是 但是可以做素的 用花生油就可以了 是啊 所以我也考慮過 做了 倒豆蓉 用花生油 唇花生油做 但是沒有那麼香 不要緊的 吃素給朋友 是啊 啊 那到時候 學生問到你呢 你又可以交代了 嘩 我簡直 沒有料中 四小 扮叻仔 哪個教的 韜哥教的 是啊 看看 先 driving 好了 這集是要解謎的 下集回來 介紹你這個 人人都喜歡吃的紅蓮蓉和這個白蓮蓉 是的 Hello 你好 你好 剛才你聽我介紹完 現在這些現況是不是在這裡 我們最好放一個商網白蓮蓉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網的 這個是正白的 五人類 剛才說的 五人類 這個是加了金腿 金華火腿 這些 下面的紅豆 剛才說的豆蓉 在下面 豆蓉月餅 但是野蓉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野蓉是比較少人吃的 齊了在這裡 然後呢 這些是豬仔餅 這些小孩子是最喜歡的 進來 這些豬仔 全部我介紹的東西都在這裡 在這裡 我來這裡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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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